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来自奥地利的魏仁娜先生 来台湾工作28年 原本都是以工作拘留证 每三年都要换一次签 而现在育有一个正在当兵的儿子 还有就读国小的女儿 在经过去年 议员郑宇恩服务处的帮忙 终于在今年是顺利拿到了身份证 开心唱着生日快乐 歌曲今天不是谁的生日 而是画面中这一位来自奥地利的魏仁娜先生 来台湾工作28年 终于在今天拿到属于她的中华民国身份证 欢乐的心情就好比生日一样 要好好庆祝一番 魏仁娜出生于奥地利 今年63岁 曾经取得大学电子医学工程学位之后 先后于奥地利国家 知名企业工作 随后自行创业 成功开发小型的心率 检测仪器 在1991年来到台湾工作 一直以来重续台湾网络科技业 但始终都是以工作居留证 每三年就要换一次签 而现在正育有一个正在当兵的儿子 还有就读国小的女儿 经过去年市议员阵员服务处的帮忙 终于在今年顺利拿到身份证 他们说他来淡水这十年的这段期间 他其实看到淡水的进步很多 包含说像他刚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那么多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高的大厦 然后包含轻轨现在也已经开发起来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才看到轻轨在算是四营运吧 就是在对在四种 然后他觉得淡水的 现在在硬体的设施方面 然后还有就是等等相关的都还蛮不错的 为仁娜说他非常喜欢台湾 民众都非常友善 而他在十年前来到淡水 发现这边相当美丽 而且现在也改变很多 例如大楼越来越多 捷运轻轨正在兴建 也相当热见淡水正在发展 而另外一路协助申请的新北市议员 郑宇恩也特地定制了一个十六寸的蛋糕 到现场祝贺 角度上面多多的帮助他们 那在这一次规划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拿到政府的推荐函 所以说要拿到政府的推荐函 推荐他是专业人士 这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他可能要具备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经验 还有他以前工作的这些伙伴的 帮他的这些书面上面的证明 所以我也希望说 当然就是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 满足条件之下 我们政府可以多多鼓励 让更多的外国人可以认同我们台湾 然后成为我们台湾人 施议员证员表示 为了那从去年五月申请 透过向科技部提出专业申请 得到推荐书之后 再向内政部提出规划申请 通过之后再由移民署核准定居 才能够来护证事务所领身份证 而面对外籍人士来台湾定居 议员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各行各业 都能够申请 并且希望能够免去现有的复杂程序 让更多技术专业人才能够留在台湾 成为中华民国公民 台湾好 台湾赞 台湾加油 加油 记者许多安一 代许三文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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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